哈囉大家好我是歡迎歡迎來到19實驗室 沒有你沒有點錯影片 今天這一杯跟前一杯一樣也是做蘋果專題 為什麼會連做兩集呢 因為加勒福的蘋果是兩顆一爆 所以我勢必得要再兩顆用完 那就乾脆再拍一集 我先講今天這一杯不是我的創意 就是應該是我們頻道第一支 就是想辦法去模仿酒吧的酒 今天這一杯是我到那個 大家知道中立有一家酒吧的bar場 就是那個如果有在關注台灣調酒的YouTube頻道的話 應該也會知道他們 因為他們是一家五酒丹的酒吧 就是這種五酒丹的酒吧是這樣子 就是你就過去跟調酒師聊天說 喔我今天想要喝什麼樣的風格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喝酸甜 然後我想要喝譬如說我氣泡感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藥草味道重一點的 你就直接跟他們講 然後他們就會特調一杯出來給你這樣子 那天我去霸場我就跟他們講說 欸我想要一杯有香料調性的酒 但是我想要它是有果香的 那他們就變出了一杯以蘋果 跟勤酒為基底的酒 因為我喝了之後實在是驚為天人 真的是驚為天人 強烈建議大家找個時間去霸場喝酒 他們真的超級厲害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其實是去逆向解構這杯酒 因為我那天去問霸場啊 他們只跟我講說 喔我這杯酒大概用了哪些原料 但是比例啦 然後其中用的一些怎麼勁爆那些比例 什麼東西都沒有跟我講 那我們就今天整個逆向工程 就是我們今天的工作就是 那首先我們今天要先做一支就是烏龍茶浸泡的琴酒 那我們這邊用到的就是大家常見的Gordans 我覺得大家就不要對Gordans有太多的要求 就是它今天才賣你一支三百多塊 就是它就是一支很穩定的琴酒風味很明顯的琴酒 我覺得拿這種這種價格的酒 像Gordans啊那鷹人啊 這種價格的酒來做infuse是非常非常合適的 那這邊我們就整瓶一支進去啦 因為茶浸泡的琴酒非常非常好用啊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用一次做很多 這個裡面大概 我看了一下這個大概三百五左右啊 我們比例大概就抓一比二十 這邊這個大概三百五嘛 所以我們大概就加二十克左右的茶進去 那我們就這樣 欸 靠等一下我沒有 我沒有電子秤 等一下我們第一步就要失敗了嗎 呃我們一一九實驗室家庭調酒 最擅長處也就是要什麼沒什麼的狀況 二十克嘛 所以我們就二十公克 就當做這裡二十克了 所以到底有沒有二十克啊 多大一點 好多大一點 所以有一種煮飯的食物 這樣就是適量的感覺 好那我們第一步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做完 就是把茶葉丟進去而已 那有些人會做一個步驟叫洗茶啦 就是有時候老一輩的人會講說什麼 欸第一泡的茶不要喝 就講說裡面可能有農藥 還是什麼的 你如果要做OK啦 就是拿滾水去沖茶 沖個十五二十秒 然後第一泡茶倒掉 然後剩下的茶也在拿來浸泡我們這個酒 我不是茶的專家啦 所以這樣子做會有什麼 味道上面的差異 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基本上 因為怕麻煩 我是沒人在洗茶 OK我們泡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吧 那可以看到酒色已經很深了啦 那 聞起來真的是 超爆感香的 那如果喝腻勤酒的話 就是在那邊勤酒不知道要做什麼 把勤酒拿去泡茶 然後做一切勤酒的經典條件 都會變得非常非常不一樣 真的很值得試一下 那我們這邊 我們就先倒我們藥的量出來 我們倒四十五四四 好那接下來剩下 我們就直接把它等 怎樣 這樣倒出來 我先把它過濾出來 就是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啦 一定會出事情 所以我們就乖乖的先 把這個濾出來 哇 我是沒有想到 連我預防的都還會出事哦 我咪 靠一跳 白癡耶 我是白癡耶 我 幹 地毯上媽的一堆 欸 去你媽 沒有漏斗耶 OK 我們的茶 Infuse的清酒 就是這樣做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稍微濕一點酒 就是酒剛剛大概半瓶 現在大概少了一點點 那是正常哦 就是 有些酒液啊 會跑到茶葉裡面 會被一起倒掉 這個就沒辦法 就是作為Infuse 是一定會濕酒的 王好處講 Gordance也不貴啦 就是 濕一點點可以接受 好啦我們就整理一下桌面房 把它滴得到處都是 是不是 等一下 幹 等一下 幹 等一下我忘記 我剛剛已經把酒倒進我的杯子裡面 我直接把杯子裡面洗了 靠 我想說怎麼會濕酒濕這麼多 不要 幹 你今天是怎樣 真的是他媽 搞屁啊 我的酒 哦呦 我沒有想錯 我心情很差耶 浪費酒 心情很差耶 沒有想錯 我心情很差耶 我心情很差耶 歷經一番苦難 我們終於要繼續開始做我們這杯酒了 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材料 就是我們剛泡好的Infuse的茶清酒 第二個 主角 蘋果 迷迭香 這個比較特殊啦 就是我在霸場那邊喝到的 他們是用紙的 呃不是紙的 他們是用薰衣草來做 就是 那種薰衣草茶包 大家知道嗎 就是那種乾燥薰衣草 他們是用那個來做 但是因為我手上實在沒有薰衣草茶包 第二個 我那天喝那個時候 發現薰衣草的調性 跟那個迷迭香 非常非常像 所以我今天用這個來代替 再來這個就是 乾我真的覺得 霸場能想到這個真的很屌 這個是 凹勒崗葉 我自己覺得啦 酒吧的價值就在 他可以想到這些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風味組合 就是 蘋果跟凹勒崗葉 再來就是 以備不時之需的糖漿 如果蘋果不夠甜 我們就補一點糖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迷迭香的葉子取下來 把它拍一下 它拍的時候 手這樣弓起來 不是直接這樣拍下去 手弓起來 這樣子拍下去 香味就很香了 丟進去 奧六崗葉一起進去 拜拜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灑了多少 你就隨便加吧 156 7發 我現在來處理蘋果 蘋果用的是這邊 我唯一確定的 就是那天他們跟我講 他們加四分之一個蘋果 所以我們就 按照他們的建議 我們就來加四分之一個 蘋果 那我們就把四分之一個蘋果 切丁 切成小塊 因為等一下我們跟上一部影片一樣 我們要去倒他 就隨便把它切成我們的滾刀塊 倒一倒 它一點點淡淡的香草香啊 它沒有到很明確的一個迷迭香的味道 就是茶的味道在這杯裡面 目前喝起來還是一個主軸這樣子 仿造霸腸我們也沒有辦法做到完全抄襲 所以我們就 很大言不慘的說這個是花椰Twister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的Rolling 就是我們這邊不用Shaking的技法 我們改用Rolling 就是Shaking以後它會讓這杯酒 第一個產生更多種水 第二個會有一些碎冰的狀態 那用Rolling的方式的話 既可以打出很多的氣泡 那又不會像這種水片的過多這樣 我們就這樣請快冰進去 好醜喔 等一下什麼 用印象中的 等一下這要怎麼倒進去 對呀這個就是酒吧的價值啊 不用看這個很醜很醜的Rolling 應該已經沖氣沖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把 剩下的液體全部都炸出來 接下來就準備我們的Nikandora杯 就是這個那大家可以用Martini杯 但是因為上一杯已經用過Martini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一個不一樣的杯型 好那我們就用Double Strain的方式 把裡面一些 原來是出來的香草雜把濾掉 放一顆冰塊進去 就會讓這杯看起來不會那麼寒酸 好那我們就來做最後一個步驟 這步驟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做 這是這杯酒的靈魂不能不做 我們的Garnish 那這杯酒的Garnish是什麼呢 吸管 我們就準備一根一般的這種吸管 然後直接把它插進去這樣子好了 那我們這杯酒就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馬上來進行 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取名 它有吸管喔 水果是蘋果 那激酒是GIN 所以我們叫它CGIN瓶 好我們來喝喝看看這杯CGIN瓶 嗯 整體來說 它的主軸是一個蘋果加茶香 然後淡淡的果酸跟果香味 那 藥草的味道其實在非常後段才會出來 就是它一個淡淡的回甘 一個回上來的這個藥草香味這樣 這杯酒其實沒有很甜 它不甜也不酸 它是一個SPIRIT FORWARD 就是它是一個以烈酒為主角的酒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甜味的 那可以加一點大概一個巴士 可能5CC的糖進去補一個甜味 那這杯酒的厚度會更明顯 但是像這樣子就是非常非常清爽 甜味也不是很重 酸味也不是很重 那對於那些平常喝酸甜已經喝膩的人來說 我想應該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酒 可以試試看 因為剪片很花時間 所以通常你們看到的影片 都是我一兩個月之前就拍好的 只是剪片之類的就一直播到現在這樣子 就是我大概一個月之前換了我的麥克風 然後我把這支麥克風接上去之後 欸那就繼續拍了繼續錄 然後等到我開始剪到那個 新滿麥克風那幾部片的時候 突然就發現說 欸奇怪 麥克風音質怎麼沒有什麼差別的感覺 我就很好奇啊 欸奇怪 到底是我相機的那個音質太好了 是怎麼樣 然後把那個相機拿來一看 我把麥克風的線插在耳機孔上面錄音 所以 嗯 好啦希望這支影片大家會喜歡 就是 然後大家高台貴手 就是我的社會信用點數已經不夠了 然後大家高台貴手 那這一杯應該就是下一支會講的酒 那 大家看清楚啦 這杯子上面這個Garnish 這已經是理事啦 好啦有看到喔 那我是花言 我們一一九實驗室不做經典只做實驗 我們下一支影片跟這支酒 再見 Cheers 我今天做什麼 我是花子